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该怎么转写 其实蛮多地方跟前面写的都差不多 所以一一样是先到Vidobank 二的话我们一样是 我是直接在插入一个新的module 因为前面我们写的蛮多都把它分开来 再来的话就直接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也许我叫做增减体重 因为有偶尔跟M的两种叙述 所以我就是直接后面加一个偶尔 按个确定 里面的话当然有些部分前面都写过 For I等于4到13 这个应该没问题 Next 前面是写这样 就是if什么呢 Sales 有没有 这边可以看到 I列的追兰 如果大于5% 就是刚刚那个大于5%的叙述 那可是或的话怎么把它加在后面 记得哦 空一格 如果说你要有第二个叙述的话 你就偶尔 加一个偶尔就可以 大小写没有差别 那反正你都打小写了 我讲过了 如果你没有打错 它就自动手之变大写 然后呢 再来或者是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或者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它是小于 负5% 负5% 加上就可以了 OK 所以 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 就把它加在后面 那如果你还有第三个条件 你再空一格 再一个偶尔 OK 然后再空一格 再把它加一个条件 再空 不过一般没有人用那么多个啦 等于是说 加一层 或者是在里面再继续一层也可以啦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完之后输出 到L栏 那就是不标准 反之就是标准 OK 大概是这样 这差别我想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边 加上一个偶尔就OK了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and的部分的叙述呢 其实输出结果当然也会跟刚刚偶尔是一样 不过呢 它的差别是 当我是把刚刚这个and的 是把上面这个偶尔 直接复制下来 稍微改一下 第一个当然我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and 这个把它改一下 偶尔把它改成and 那第二个的话呢 范围一样 for回圈这个nest if 除全格里面的值 如果什么呢 大于 我应该是小于 还包含等于 小于等于哦 OK 那特别之后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把等于放前面呢 你突然问了这问题突然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 其实一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是规则 规则就是你要去遵守的 你follow它的规则就OK了 好 这个是规则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把等号写在一定是不行的 小于等于 一定是小于等于 不可能是什么等于小于 这种叙述 那这里的话就把它改成and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交集的话 这边改and 然后这边的话呢 换个方向 大于 加一个等于 大于等于 OK 这样的话呢 就刚刚一模一样 那输出的话呢 输出到L栏的部分呢 就把一定是标准的 因为这两个逻辑加在一起 就是属于标准的range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一下 OK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输出结果应该OK 那待会请各位 再多加一个叙述 比如说呢 也许你那个 不标准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醒目一点的 也许把它改红色的字 那如果标准的话呢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蓝色的字 换一个样式 不过上礼拜已经讲过了 你就自己再把它改一下好了 OK 那 再来就是一个清除啦 清除我想前面都写过太多了 for I等于4到13 把它里面东西清除掉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清除的动作 所以 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会偶尔的叙述 跟end的叙述 那再来就是一个function function还记得吧 插入制定函数 那我们这边呢 就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我这边是有个增减体重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当然道理很简单 最好是什么都不用想 反正呢 你就直接怎么样 给它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栏位 这个东西给我一下 那我就告诉你标准不标准 好那就把它向下填满 OK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个function呢怎么做的还记得吧 我讲过了 VBA至少两种形式 按钮跟function 那至于哪一个比较好用 当然就看你工作上怎么用吧 有的人喜欢按按钮 有人就是喜欢用 跟以前一样的function方式 那所以这里的话 当然第一个 一样我们VBA部分的话 第一个 一样先切到我们的这个模组 新的模组里面 第二个话呢 我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样是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部分的话呢 叫增减体重函数的function 一定是function 然后按确定 我这边名称是要增减体重函数了 按确定 已经做一个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把它先滴掉好了 反正就插入一个这个 function之后的话 它就帮我产生这些东西 那我前面一直强调 方言人是互动的 所以它一定会跟你要一个东西 跳一个什么东西 就在刮呼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 给这个栏位名称 我的习惯是直接从这个栏位名称 跟使用者讲说 那你先给我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给我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这个栏位 一般是那个栏的名称 一定是放在那个瓜谷 所以瓜谷就是引述了 就是跟使用者要资料的地方 那使用者一定会帮你选一个资料给你的 给你之后的话 你要做什么呢 当然一样就是在这边做逻辑判断 所以跟那个sub最大不一样是什么 sub通常会有回圈 可是function不会有回圈 你要自己向下填满才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是一幅什么 一幅这个它给我的那个增减体重百分比 如果呢它这个资料里面怎么样 一样啦 如果我们用偶尔来做好了 如果它是大于百分之五 这边偶尔 中心加个偶尔 然后这边的话我习惯这样 用复制的Ctrl加按住 这边换个方向 小于负百分之五的话 那这边的话呢打一个then 然后做enter两下 习惯先把结构先打完 enter两下 and if 那其实这个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宁可打慢一点 也不要就是那个习惯不好 比如说这样说牌我一定会说 但是我发现很多